16世纪的欧洲就像这片微蓝的海洋 看似风平浪静 但水面之下却在不断汇聚着能量 1543年 戈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 为即将到来的变革谱写了前奏 伽利略和开普勒 在力学和天文学等方面 相继点燃了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火把 神学笼罩下的欧洲大地开始颤抖 而随着科学巨匠牛顿的出现 异常让欧洲天翻地覆 进而波及全球的科学地震发生了 这是英格兰林肯郡的乌尔索普庄园 1687年 就是在这座古老的庄园里 埃萨克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艺术 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经典力学体系 这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认识自然宇宙规律的科学理论 正是这一理论的诞生 让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自信 站立了起来 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亮世界 从此人类进入科学时代 这个体系的极大的一个贡献 就实际上是对以前像神学的 这个世界观的一个极大的颠覆 而这种颠覆性 其实对当时的人们的世界观 这个就带了极大的冲击 如果说科学上的创新与革命 对人类的认知与观念产生了变革性影响 那么技术创新与革命所派生出的发明创造 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极大的丰富了社会物财富 并引发了经济 社会 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变革 以及世界格局的变更 而那些迅速崛起的国家 无一不是抓住了创新带来的难得机遇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伦三岛率先展开 英国工业革命被誉为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创造了一幅烟囱多余教堂坚定的灰红图景 不过三代人的时间 整个大不列颠率先进入工业社会 从家庭手工业过渡到大工厂生产 从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劳动 从乡村社会过渡到都市化社会 力学的建立带来了蒸汽机的发明 蒸汽机的发明能够开发了煤炭 也产生能源的革命 从这个新材作为一个主要能源 变成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而且这蒸汽机的发明 这次工业革命也是生产的模式 从手工做法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做法 这是竹鼻林的电影代表作《摩登时代》 片中展现的就是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场景 蒸汽机突破了矗力 风力和水力的极限 成为了可以驱动任何机械装置的万能动力机 纺织 煤炭 制造 铁路 轮船 构成了新的产业体系 英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空前的飞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评价工业革命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 它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 还要大 创新就像席卷玄球的龙卷风 一旦旋转起来 就不会轻易停下 19世纪 法拉第和麦克斯维 先后在电磁学上取得了重大发现 为人类进入电气时代 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电磁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 是一种良性的一种互动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就是发电机 电动机 输变电技术等等 发展起来了 就形成了电力的这样一种新的二次能源和动力 内燃机 发电机 电动机等新发明 构成了以电力为核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建国不过一百多年的美国 正是借助第二次技术革命创新之事 在19世纪最后30年 后来居上 跃升为世界强国 1865年 美国还只有3万5千英里铁路 而到了1900年 就增加了20万英里 超过欧洲铁路的总和 也是在这一年 美国的GDP占世界的23.6% 居世界首位 到1914年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和铜的最大消费国 生铁产量大于德 英 法 三国的产量总和 钢产量几乎等于德 英 俄 法 四国的总量